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 神却刻意提及他们 与及他们的结局 因此 在这段经文中 神刻意带出一个重要信息 就是在神的眼中 过去众多的復兴 他们在诞生的时候 是神所认可的 只不过他们生存至今 现时的生存形态 却不再获得神的认可 而因此 我们已明白到 为何最后的小孩子 是一出生就可以被提 原因 最后的小孩子 与其他復兴一样 在诞生的时候 也是被神所认可 然而 其他儿女在成长中 却没有保持被神认可的生存状态 慢慢变得不被神认可 但对于小孩子而言 他一出生 就已经被全然认可 并且 由于他出生的时候 已经是末世 所以 一出生就会被提 从旧约 犹太人的復兴 甚至乎 新约时代 众多復兴所诞生的中牌 其实 他们整体的发展 亦不是神所认可 这个就是神所带出的意思 一直到妇人 最后所诞生的那个群体 才被接纳 这个亦是为何启示录 还未有完全应验 被提 亦尚未发生的原因 由历史至初 亦就是从以斯利人 出埃及 至到现在的天主教 基要教会 甚至过去一百年的灵恩运动 暂未敬拜復还等等 发展到最终 都不被神所接纳 因此 被提 亦没有发生 本句话说 我们要学懂一个教训 就是每一个復兴在开始的时候 都是被神认可的 但当这个復兴维持下去 就开始不被认可 由旧约 新约至现在 所有中派的历史 亦说明这个事实 亦因此 神要求所有基督徒 要抱住其友稳密的心态 在信仰上 永远亦要认知 自己有历史的中派 随时是不被神所认可 所以 他们在有生之年 亦需要寻找出 被神认可的新中派 这个亦是 威和圣经多处提及 我们需要主动寻找神 大家可以想象 这些经文 其实是主要书亲口 说给当时的门徒及信徒之道 叫他们去寻找神 然而神已经在他们面前 神要这样说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就是神的信仰设计 也就是说他们是在神的指下贯身 然而当他们成长的时候 他是按着自己的方法生存 所以对我们而言 既然神设计信仰是这样 这样我们在有生之年 亦要不断观察 留意 不断寻找神 寻找神在我们这个时代 所诞生的真正复兴 这样 我们才可以真正完成 我们这个时代的信仰天路 换句话说 在主要书时代的十二门徒 他们并没有责任去寻找信仪会 原因 这是1500年后才发生的事情 同样 他们亦没有责任去寻找灵恩 原因 这是1900年后所发生的事情 然而 在十二门徒的时代 是有一婴孩为他们而生 也就是主要书基督 所以 换句话说 在主要书诞生的时候 不论是东方博士或是门徒 他们也是有责任去寻找这名婴孩 因为 真的有一位婴孩是为他们而生 然而 在历代历世 这位婴孩也是不断出现 而历代历世所诞生的婴孩 就成为了婦人的其他儿女 所以 对于每一位基督徒而言 他们亦有需要在自己的时代 尋找出这位在他们的时代 为他们而生的婴孩 而因此 对于愿意尋找婴孩的基督徒而言 他们便必然合格 至于其他仍然翻旧中派 不去寻找当时代婴孩的 他们亦成为不合格的一群 当神明星我们就是末后的婴孩时 这样 其他人又可以作什么反应? 其实 正正就是其他人对我们的反应 就断定了他们是上天堂或是落地狱 甚至断定他们是生父 同女 或是奔价的身份 亦因此 我们终于明白到 《华河啟示》62章 清楚表达出有妇人及其他仪女的存在 原因 这批仪女在过去不同的时空中 其实也只是一名婴孩 并且 为何在末后日子 最后一个婴孩是会被婴 因为 直到七年大灾难开始 妇人成功诞生最后一个復兴 那时 神仙已月纳这个刚刚诞生的小孩 亦因此 这个小孩也随之而被婴 可惜的是 妇人与其他留在地上的儿女 他们就有和了 所以 《华河啟示》62章已清楚讲明及警告 突然会有人甘心情愿地 走向那些必死的宗派呢? 原因 整个《华河啟示》62章的故事 就是描写这些宗派 怎样不被神所接纳 所以 《华河啟示》6的被婴事件 相比发生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因为那些死而有死 救而有救的宗派 他们得不到神的接纳 甚至乎 到最终 当我们被提之后 他们还是不被神所接纳 亦因此 他们要度过最后1260天的审判 然而 亦因此 绝对不值得可怜 因为 一方面 他们完全漠视神的警告 另一方面 更是无视信仰的真实性 没有去尽一个基督徒的本分 就是成为一个真正相信圣经 和跟从神的人 在人生中 尋找神的时代带领 由一个宗派 转到另一个新的宗派 事实上 这个正正是神在过去2000年 制造众多福兴的原因 让人从信仰的初阶 慢慢成长 进步到可以合格 有着辛苦的新娘 成为一出生就被提的小孩子 然而大家可以想想 现在所谓的基督徒 有多少人会寻找神最新的东西 又有多少人会寻找离开自己的教会 进到神所呼召的时代教会里面 答案是99.9%的基督徒 也不会这样做 但是 神写这本圣经的时候 已经思考过 他告诉我们知道 由犹太人开始 直到过去2000年诞生的所有宗派 虽然他们也是由神所诞生 但却是用血气去维持 令他们的成长不被神所接纳 黄论以往他们是不被接纳 甚至乎到了启示六时代的最后一刻 神更会吐弃他们 让他们被龙逼害 让他们在七年大灾难中 经历血的教训 那时他们的信仰才会被洗净 稍微得到机会 可以得到救恩 也就是穿上结白的公义袍 所以 神在启示六十二章带出一个深刻的教训 原来在神眼中 过去教会所诞生的众多疑慮 其实在成长上 都没有达到神的要求 以至教会未能被提 也因此 对于一班聪明的基督徒来说 他们应该明白到 假如想被提 想被神所接纳的话 方法 必然是在人生中 不断寻找最新的復兴 千方百计 去增加自己成为 最后小孩的机会 特意参与最后復兴 有机会被提 除此意外 就没有其他方法 所以 同时间 神也给予这班聪明的基督徒 有足够的时间 足够的证据 让他们尋见这个小孩子 亦因此 我们就会理解到 为何 圣经也提到 在末世 万民都要留归石岸 甚至乎 君王 祭司 首领 都要来尋找石岸 前来就光 原因 这班人是爱主的 当他们知道启示六十二章的教训 看到当中的比喻的时候 他们都绝对会知道 其实 他们有生之年 都绝对不应该再回旧有的中牌 是一次也不应该回 是一个也不应该回 因此 现在回天主教会的人 他们无法被提 其实都是活该的 因为 神写这段经文的时候 已经预定了爱他的人 一定会照着这段经文的教训去做 他们会明白到 在人生中 唯独尋找神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 他们会不断尋找最新的复兴 正因为他们不断去尋找最新的复兴 所以他们最后也会尋找到 这就是为什么在世界末日的时候 很多人会留归石安 因为石安就是那个将要单身的小孩子 留归石安的人 他们知道这段经文的真实性 假如他们仍然留在其他中牌的话 他们是必死一定无法被提 即使他们想要被提 亦都要经历血的教训 纵然经历血的教训 最终他们有九成的人 亦都无法被提 无法上天堂 所以 他们一定要尋找到这个小孩子 并且要与这个小孩子一起成长 当他们成长到266日 经历信仰九二三的巅峰 他们就可以被提 因此 这段经文所讲的全球所有宗教 关于他们的历史和他们得到的教训 以及最终神慰他们所做的事情 已经全都记载在圣经里面 神慰到最后的复兴 让小孩子能够诞生出来 完成266日的怀孕期 一出生就可以被提 所以 他一定要成长到266日 经历信仰九二三的巅峰 其实 大家可以想想 假如我们这个时代 亦都未必是小孩子出生 但是 这个亦代表五百年前的那些宗派 亦都不是 然而 任何一个时代的基督徒 都有责任 找出那个时代最新的复兴 这个就是神要我们 在选择群体的时候 需要考虑的事情 原因 虎人的其他儿女 一定不是指到个人 而是一个群体 既然 选择成为虎人 或者是成为其他儿女的 亦都不能够被提的话 这样 我们就要明白这段经文所作出的严重提醒 这个不是一个 还有几十年的光景 可以不断拖延 不断作出错误的决定 却仍然有翻身机会的时间 所以 假如他们完全没有明白这段经文的概念 甚至乎 就算是明白 亦都执意不做 刻意忽略这段经文的教训 完全不花时间 催尋神最新的带领 其实这个就等于 已经为自己的永生作出了决定 也就是说 当他们不决定主动寻找神的带领 这样 他们的不决定 就等于他们已经决定了沉沦 大家可以想想 原因 信仰从来也不是按着我们的五星 依照我们堕落的本性去过一生 我们一定要 向着神的神圣去成长 换句话说 在神的眼中 全个人类历史 也是应该向着神的神圣去成长 也就好像最后的小孩子 依照着神的DNA 923去成长那样 而不同时代里面出现的人 他们只是出现在历史中的一小片段 因此他们没有像这一名小孩子一样 有着全面的成长 甚至 假如他们诞生在当时代的复兴尾声 这样他们就更没有什么信仰成长可言 因为 旧的复兴已变得死而又死 所以 他们唯一成长的机会 就是经历两个复兴 由上一个复兴 成长进入下一个复兴 这个就是他们成长的机会 但假如 他们留在上一个复兴的话 这样他们就不会有成长 就好像法利赛人一样 他们只是停留在一个够有复兴的体制 变得死而又死 唯有那一班在主耶稣出生的时代 愿意由上一个复兴 进到下一个复兴的一群 总是他们不像我们 拥有小孩子级数的成长 但至少他们也愿意进到下一个复兴 代表他们是向着神的神圣方向成长 就好像圣所里面 不论我们是站在会幕门口 圣所门口 或是至圣所门口 我们亦都需要成长向前行 因为 每一个人都要经历 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经历进到完全地步的过程 所以 在一位基督徒的生命中 哪怕只是走了一件 圣殿家司的距离 也总好过很多不愿意向前行的基督徒 原因 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基督徒 当他们诞生在一个中牌之后 就一直这样流下来 没有再在信仰上向前行 假如在证信会诞生 就一生留在洗作盆里面 不愿意向前行 因为他们在有生之年 也不愿意为神付代价 竭力进到完全地步 他们并不知道在人生中 神早已为他们设计 让他们经历下一个复兴成长机会 让他们寻找到下一件家司 并且可以向着这件家司进发 也就是在人生众多选择中 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向着圣殿 行前多一步 但当然 相对于身负而言 要求就更高 原因 由于他要成为一出生就被提的小孩 因此 他需要完成整条天路 完成圣殿所有家司 而正正就是由于他一开始 已行完圣殿所有的家司 这样 他当然可以立即被提 而同时间 也成为其他基督徒感到羞恥的原因 认为小孩子发速地完成天路 就成为其他人没有揭力追寻神的证据 认为希伯来书六章一节已经清楚说明 每一位基督徒也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然而世界上大部分基督徒也都违反了这节经文 他们以为这段经文对他们没有多大意义 但是在神眼中这节的经文却是有着极大意义 因为这个是神给予不同时代所有基督徒的共同责任 就是主动去寻找神,切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在每一个时代中寻找出神最新的福兴 然后主动参与其中 亦因此 神当不断地印证我们就是这位小孩子的时候 所有基督徒也都要进到我们当中 这个就是他们唯一能够向神的神圣进发的方法 从另一个角度,逆向思维去想想想 其实全球的基督徒每一个亦都想被提 每一个亦都想离开大灾难 然而从启示录十二章所描述的情节看来 绝大部分人也都绝对不可能离开七年大灾难 并且当他们只顾照着自己的习惯去做 当然是连万分之一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启示录所提及的被提 其实是特意给小孩子 从来都不是为了给妇人或其他儿女 假如他们继续参与妇人及其他儿女的群体 同时间又继续相信自己可以被提的话 其实这个简直就是嘲笑神的智慧 所以神写这段经文的时候是早已预言了 或有真正相信启示六十二章所描写的情节的一群 才会去寻找最新的复兴 因为他们亦想成为小孩子群体的一部分 成为得以被提的其中一名成员